台中捷運驚傳有人持刀攻擊 影片拍到三個人流打在一起 而穿咖啡色外套的男子 是僅抱著一名長髮民眾 好不容易其中一個掙脫後 趕緊後退可以看到他手上有刀 其他乘客則是拿出雨傘 要拒止衝突情況十分危急 影片最後還可以看到呢 有民眾臉上都是血掛彩 消防隊員趕緊前往救援 來聽聽現場目擊者的說法 他拿出拆到我就喊說 幹什麼 然後大家入口後抄 他是有特定的行凶對象嗎 他有沒有說什麼訴求 沒有 他就是 有時候還就是說就叛刀了 那麼根據現場初步回報呢 嫌犯是一名已經被制服 有兩名傷者三個人都送到醫院去治療 但到底是自殘還是攻擊案件呢 因為人都在醫院 警方表示還要掉月終結的監視器 來做進一步的釐清 另外呢 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接獲消息十分震驚 也會到醫院來探視 特別的是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 也是發生在5月21號的下午 等於今天是症結十週年 特別的巧合也引發討論